大家好,我是金石 进入夏天以后呢 对这些去年遗灾的裸根苗 嫁接苗来说呢 是一个大的考验 那我们能如何通过 这些苗的表面的表现来 来判断它们 哪些苗是需要帮助 哪些苗比较强壮 哪些比较弱 那我们做到心里有底 我们比较一下 好,这里我们来对比两棵 去年的裸根苗 两棵呢 就差了大概一米远吧 两棵呢 都是日系品种 嫁接的真木呢 都是凤干 去年十月份 种下去的 大家看啊 两棵状态都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叶子 好 叶子黄绿是一回事 它这都是比较 大家看到没有 都比较挺 上 有一个三十度的角度 这个状态都不错 我们再看看这棵 也是一样 叶子的状态啊 都都挺好的 现在呢 是早上七点钟 气温呢 是二十度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我们看看 过了这个过了中午 看看他们状态怎么样 就能比较清楚的看出来 这两棵牡丹的根系 谁更好 好 这是昨天都下过雨了 昨天刚刚下过雨 今天我们来比较一下 看看下午四点钟 也是三十二度现在 这早上我们拍的这两棵 嫁接苗的生长情况 叶子有些发蔫 左边这棵 有一点点蔫 这是正常三十二度 太阳直晒的一天 总体来说 这个叶子还是非常健康 我们再来看看这棵 大家看到这棵没有 这棵明显的叶子 蔫的比较厉害 而且叶饼都往下塌了 叶饼也搭了 如果叶饼还是很直立 叶子往下搭了 那没问题 它叶饼也开始软了 这个就是两个对比下来 你就会发现 左边这棵 比右边这棵 强壮了不少 右边这棵 那你就要经常观察了 到底它会不会继续的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 夏天进入夏天以后 会不会继续叶子蔫 要是打蔫 那可能就要遮阴了